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思考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拿有许亲的筵席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很可能耶稣的母亲是半席式家庭人的亲戚 他们耶稣的母亲可能已经比耶稣早几天就过去那边帮忙 也已经在那边欢庆了 以色列人他们婚礼都会延续很多天 然后好像我们伴流水戏 欢迎大家来欢庆 一起来吃吃喝喝 第二节耶稣和他的门徒也去了 第三节去的时候就发现酒已经用尽 而耶稣的母亲就对他说他们没有酒 很可能耶稣的母亲是要耶稣想想办法 第四节耶稣却说母亲原文叫做妇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母亲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很多人非常困惑耶稣为什么要叫他的母亲叫做妇人 好像很不尊敬 有一些解经书他有提到这个妇人这个字 他的希伯来文叫做姑奶 好像在这个以前希腊的时代 有称自己亲爱的太太叫做姑奶 例如说很有名的这个奥普斯都乌大维 称呼埃及艳后Cleopetra 称他就叫做姑奶 但是呢这些被称为姑奶的妇人 通常都是指我所爱的妻子 或是我的女朋友 没有找到过有文献 称呼自己的妈妈做姑奶 因此呢其实不需要在这个上面做文章 其实耶稣其实是很直截了当提醒他的母亲 我是你的儿子 但我不只是你的儿子 我们的母子关系也不是一般的母子关系 我的确是你的儿子 但我也是天父的儿子 因为耶稣即将要行第一件神迹 因此他先提醒他的母亲 我们的关系是母子 但不要忘记 你也知道我很特别 我是上帝的儿子 因此我会用上帝给我的时间 用上帝给我的方法 来做事情 来面对他们现在没有酒的问题 第六节 就照着犹太人捷径的规矩 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 每口可以剩两三桶水 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 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 耶稣又说现在可以倒出来 送给管缸席的 他们就送了去 在这边呢水呢 特别是 这是用来洁净的水 以色列人非常注重这些洁净的礼仪 他们甚至觉得如果没有在洁净的礼仪里面 那就是不被神所喜悦的 耶稣在这边其实也是特别要透过 这个原本是用来做洁净礼仪的水 但是耶稣要把它转化 或是超越它 作为一个解决人生命 在欢乐的时刻 所应该有的酒 婚宴也代表高原的婚宴 因此它有非常多重的意义 简单来讲就是耶稣 他超越了犹太人宗教洁净的规矩 洁净的礼仪 耶稣超越宗教 这是这边要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耶稣也用他的方式来解决人的需要 特别是婚宴的时候需要酒这件事情 第九节管沿袭的就尝了那水便的酒 他并不知道这个酒是从哪里来的 只有倒水的用人知道 管沿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 很不够意思 别人都是先摆上好酒 等客人喝足了才摆上次等的 你倒是把好酒留到如今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这个记载非常的有意思 第一个因为管家不知道 这个酒是哪边来的 但是只有那个仆人知道 因此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 我们就是神的仆人 主耶稣的仆人 我们亲自看见主耶稣在很多事情上 亲自把清水变成美酒 喝的人不知道 但我们跟着主旁边的人 我们知道 喝的人只会说 好奇妙啊 这个酒怎么这么好喝 但我们这些听神话的人 还记得吗?第五节 玛利亚就对他的用人说 耶稣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弟兄姐妹 有时候耶稣 吩咐我们这样做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们就照做就对了 我们就是把清水 听他的话 把它倒出来 放在酒坛里面 我们可能觉得这样子在很愚蠢 或者觉得这样子有什么用 但是我们照做就对了 当我们照做的时候 我们就经历这个神迹 别人没有参与过程 你我却参与 很多时候在服事里面的干苦谈也是一样 啊 服事好辛苦啊 啊 奉献好辛苦啊 做主公好辛苦啊 但是走完那个过程 只有你这个仆人 你这个使女 跟主一起同工的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只享受成果 过程却是只有你知道 我想那是再美不过的事情 啊 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 门徒看见了就信他了 我们经文往下看就知道了 门徒是信 但是只信一个部分 他的信会一直被耶稣挑战 他的信会越来越扎实 他的信会越来越明朗 他的信会越来越坚固 我们也是一样 常常神行了很多奇妙的事 我们就信了 但这只是信心的初步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与神 相交 顺服神 更多的精力 清水变成美酒 这样的与神同行同工的过程 我们的信心才会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愿你我都得着坚固的信心 神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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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